喝水 哟哟哟哟是饿 想要喝喝水怎么讲 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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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哟哟哟 哟哟南 这是什么 泰文 泰文小教室我们下次见 你这个老东西 在《不照》系列的第一集中 被底片淹没的霸子 那就是不熟悉底片却又想拍出好照片的下场 不想和他一样的啊 就乖乖的去把我们的影片复习个300次啊 如果已经看过300次的白金旗观众 应该会发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品牌 在《不知道》系列中的画面有出现过 那就是 EKFA 欢迎收看这老东西 关德罗王 EKFA于1867年 哇我早呢 等一下 EKFA于1867年成立于德国柏林 初期主要业务为染料及颜料的制作 在1913年开始生产电影底片 又在1932年推出 EKFA Color彩色底片 曾经为世界主要的底片制造厂牌之一 直到今日都能看见 EKFA量产底片的身影 EKFA这个德国重要的底片品牌 我们之后再慢慢跟大家介绍 今天要介绍的相机 如果很早期就追踪我们Instagram的朋友 也许你在现实动态就看过他的身影 那时候还对EKFA很不熟悉 所以我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是 诶 EKFA有出相机啊 确实有 而且还不止一台 除了大喉牛以外 SELECT RECORD EKFA SELECT RECORD EKFA是中文 念英文 EKFA EKFA SELECT RECORD EKFA SELECT RECORD 还有像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相机 就是 EKFA SELECT RECORD 遇到这台相机的时候啊 是盒装完整未使用过的品相 原本对EKFA研究不深了我 顿时感到兴起 而且又被他正面这块 光电池这块的设计 吸引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我就 这很早以前买的嘛 很早以前 EKFA SELECT RECORD配备 EKFA COLOR APTER 是 45mm的焦段对于街拍来说 我们觉得特别的微妙 不像是28-35 强迫拍摄者融入背色主体互动 有时35-50的焦段 可以在一段距离之外 偷偷地窥视这个世界 所发生的事情 是有大的体积 平常是有的 我想它的定位 应该不是PSG 而是一台让你能够慎重 面对摄影这回事的相机 有人拿起120相机那份严肃 好处是按下快门时的压力 与120底片是天差地缘 它还是一台一卷底片能够 拍36张的135底片相机 再来谈谈它的操作 大多数的设定都集中在镜头环上 EKFA SELECT RECORD是采用 孤焦的对焦方式 而孤焦呢恰巧就是我 最不熟悉的领域 最前缘是设定孤焦距离 上面有则用图示示意不同取景的范围 底下则是对焦距离 再往内一圈则为快门速度设定 快门速度从1-15分之1秒 有配备B快门 按住数字500旁边的黑色按钮后转动外圈 则可以依照底片设定ISO值 最内圈则为光圈设定 SELECT RECORD的光圈设定还蛮特别的 是有如电影镜一般的无段光圈 转动起来并不会有一格一格的感受 镜头底下的银色拨感则是 定时延迟快门 拨到底后再按下快门会有10秒的定时 有发现了吗 SELECT RECORD的快门位置不是机顶 而是位于镜头的侧边 机顶设计非常简洁俐落 只有冷缺座和侧光表 观景桩内同时也看得到侧光表 像这样的机顶侧光表搭配胡椒 假如你非常熟悉的相机 在路上抓拍可以说是一大力气 接下来我们看到机底的配置 这里不得不佩服一下德国人的工艺设计 过片拨感位于机底左侧 这样的设计跟快门位置搭配 我个人用起来真的是蛮顺手的 右侧则为拍摄章速显示 再往右侧则为回片感 在按下回片释放钮释放过片齿轮同时 也会释放回片拨感 你可能会好奇 像这样的固定回片感 要怎么判断像我们在不知道系列第2集说到的正常过片 别担心 德国人都帮你想好了 回片轴的轴心依旧可以转动 而刚刚的回片拨感其实是一只板手 又来转动轴心 最后讲到另一点让我非常喜欢的设计 就是底片仓开关 为了避免误触开关 在开提底片仓之前 必须先抵出老派人生的手势 同时按下开关才可以开启 做个总结 复古的外型加上硕大的体积 在周末假日的午后走在街上 将EGFAR SLIGHT RECORD配上皮套挂在脖子上 想假装不懂相机都难啊 另外这台相机的撞击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推荐给总想要与众不同的你 再加上这些满满的工业设计 非常值得稀稀品味 喜欢订阅分享铃铛 做好东西 大家再见 遇到这台相机的时候 是盒装完整未死过 未死过 未死过 是盒装完整未死过 未死过 未死过 再一次 valid 未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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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